我那一年進節目單位的時候 跟我同年齡的一個 他就很有美工的天分 那個年代沒有什麼電腦軟體 那個時候一律都是美工筆 那個什麼 然後珍珠版 像我們這種名牌有沒有 那時候哪有這種名牌 沒有的 都一定是需要 需要一個很厲害的美工 用寫的 沒辦法電腦打得出來 就是P.O.P 對 P.O.P... 那時候連電影的海報 中國大戲院那種都在畫 然後其他補習班的傳單也是 對 P.O.P... 所以寫的一首好字的美工人才 變成搶手禍 所以他也有一度被大家捧上天 因為他真的寫得很漂亮 你知道我們錄影的時候 像這種東西都需要寫 或者是這個 珍珍珠版要有人割 那個都必須用手工的 所以這樣的人才就很受重視 然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 這個時代變了 已經開始各式各樣的 美工電腦的軟體大量問世 所以大家就開始說要轉心了 他就跟老闆要求說 能不能買一些這種 現在最新的這種美工電腦軟體 他說現在用寫的已經落伍了 老闆答應了 要買這些電腦軟體 可是要他不要學電腦 告訴他的理由是說 如果你們這個美工組的人 大家都去學那個了 可是我們節目並不是每一次 都是用這樣子的 總是要保留一個會做手工的人 就是會寫POP的人 要不然大家都 就像大家都一窩蜂 去學某樣新事物 舊的東西沒有人會了 那也不行 他就悟性的老闆這句話 以為說他依然會有價值 他的價值感還是可以存在對不對 就這樣子一晃眼思念了 慢慢的 慢慢的 很悲慘 他開始真的被淘汰了 因為這家公司也不要他了 因為確實已經沒有人在做手工了 好啦 到別家公司去應徵 人家說那你是用什麼電腦軟體 不會 我都是用麥克筆 糟糕 人家公司也不要他 然後每天鬱鬱寡歡 我上個月還看到他 自己灌醉 然後睡在一些保麗龍 珍珠瓣的堆裡面 怎麼可能那麼 真的啊 變那麼落魄就對了 這邊要找珍珠瓣還不好找 很難 他還是在家裡面 自己在那邊寫 對啊 他忘不了他這個人力 然後有一些宣紙 因為他書法也寫得很好 宣紙 宣紙是寫 會寫美公司的 他該不會出門買東西 還穿縮衣吧 他的書法 他那書法寫得真好 然後喝醉 然後我們去探望他 他就開始咆哮 埋怨 埋怨 當時不給學習的機會 那個主管姓陳 那個姓陳的害我一生 他現在沒工作 然後沒有人要他了 讓他覺得當時他不給他學習成長 人家現在做那種電腦美公德 個個都很搶手 而且到每家公司人家都會任用 結果他搞到後來一事無成 我想要講一個正面的 對 因為我覺得正面指標也很重要 就是 事實上呢 因為像現在很多人去應徵的時候 尤其想應徵一些外商的公司 他們通常會很在意英文溝通的能力 我認識這個人呢 他其實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 因為他很聰明 執行力高 然後學歷 其實如果以國內的學歷來講算漂亮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因為 他出社會之後 一直都是在本土工作 所以長期以來 你都沒有用英文 你一定會有點退化 即使你大學的時候你學得再好 結果他去應徵那個外商公司的時候 當時是有兩個人在競爭那個位子 那有一個人他就是 因為他是留美的 所以他回來 他本來英文就相對流利 那整個資歷也很漂亮 可是老闆應徵了之後 他就覺得說我那個朋友 他其實他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才 從應對 從他準備的一些東西來講 他覺得他很好 後來他錄取我這個朋友 他跟他講一句話 他說我錄取你 是因為我覺得你的 真的很適合這個工作 但是你的英文確實在我們來講 不夠我們公司的標準 所以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知道嗎 他們公司錄取他之後 就讓他去 有一段預算讓他去報名 那個相關的課程 就是包括一對一的訓練或幹嘛 他到後來他的多益成績 是可以那種開conference的這種 是非常高的分數 而且很快他不但做得非常好 可以後來被挖繳 挖繳到另外一個公司 變成他們跨國公司的一級主管 而且甚至連他們外國的老闆來 都是他嘴筒可以跟著翻譯這樣 所以說因為給他一個機會 然後他在那個公司也賣命工作 他們整個業績帶很高 所以才有機會被挖繳 挖繳之後也是現在就非常傑出 我覺得就是說 你看你當時覺得說他不夠好 可是你願意給他一個 跟著你們的公司成長的機會 甚至額外給他說你去學這個 因為你真的很適合 結局就是你好他就好 孝誠哥 其實有很多的一些外商公司 他們都會提供很多的一些 讓你自我學習跟成長的機會 像素欣剛剛講的外商公司 像我知道很多日商公司 他們也會提供你很多 這樣子不同的那個 你只要願意去上課 申請他就經費給你 所以有些會給你一些 比較有寬鬆的這樣子的一個 上下班的時間 我要這樣講是要告訴很多 討厭的老闆 不要害怕人才流失 當你害怕人才流失 又用一些很奇怪的招數 留住他的時候 其實你是留不住的 我要講一個故事是在 就是我認識一個年輕女孩 他本來是在做 房屋租賃這個方面的一個工作 他在一個是 他比較特殊 他不是在一般的房仲業者 他是專門只租給外商公司 所以說他們在日語上面的話 他們要很想只租給 去仲介所謂的日商 這樣子的高階主管 在台灣工作這樣子的一個租賃 結果前面的時候 他一直在告訴我說什麼 他公司老闆不給他一個學習機會 我給他一句話說 老闆跟公司本來就沒有義務 給你學習成長的機會 你要自己找時間 跟自己找方法去學習成長 我想這個是應該大家 工作很多年的一個共識 因為到後來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跟他講你可以離開了 就是他有一次又跟我抱怨 他說有一個房屋重令的一個 就這樣的一個證書的 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上完課之後 做個檢疫的一個測驗考試 他就可以拿到了證照 要三千塊錢的報名費 結果他的老闆跟他講 這個我們本公司不需要 因為我們是專門做日商 不是做一般的房仲 不需要這種證照 所以你去上了也沒有什麼用 這樣子 另外的話三千塊給你 我認為不需要 什麼都不給的情況之下 我跟他講你可以離開了 後來之後他就真的就離開了 離開之後他現在在日本的 另外一家很大的一個房仲公司 之前他在前面那家公司的話 一個月最多了解賺了四萬多 現在的話他在另外一家 日商公司的話 他一個月的話 加上他的獎金加起來 差不多可以到達16到18萬 所以要選擇是不是該離去的時機 是要看這個公司願不願意 讓你在關鍵時期 給你關鍵的資源 好 OK 好 我們看第四種是什麼 面對下屬會斤斤計較 心胸不寬闊的這個 對 以前我們電視台公司 他為了節省公司的經費 然後採訪車不夠 但我們有十組記者 採訪車才兩台 以前他都會派重要的車子 去跟重要 今天如果有比較大事 譬如說黑人哥有一個記者會 採訪車一定是帶著那一組先去 另外一些有一些手印什麼的 你們就自己搭計程車去 可是後來經濟比較拮据 沒有再賺錢的時候 他們就會 計程車就控管得非常嚴 一開始長官是說 一輛採訪車 就全部的人一起出門 看時間近的就出門 今天一點要出門的人對不對 這輛車可以擠到 要四點要出班的記者 然後記者就要在車上打稿 就是說你四點 你要先跟一點的人 就一起同一台出去 然後你就在車子上面 聯絡事情什麼 你就這樣一趟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笑 那個電視台的那個採訪車 根本就是娃娃車 這樣一個親人座你知道嗎 後面超滿可以擠九個人 然後九個記者跟攝影 在後面好擠喔 他還在那邊打打老二咧 這麼擠這麼擠 超擠的 然後有些在聯絡 然後有些記者就在那邊 攝影師就在那邊擦鏡頭 所有的事情都在採訪車裡面完成 可是你明明就是下午四點的班 你一點就要跟出門這樣 然後到後來 像校車這樣 對 像校車這樣 一站一站幫你下 然後最後你採訪完了對不對 六點 你要在那邊等到八點 咖啡廳先坐一坐 然後整個採訪車要帶你回來 如果你不高興 你就自己坐計程車回來 那不能報車費 後來呢 本來是說不能報 可是因為大家都一直反應 你這樣子你趕新聞你怎麼趕 你還要出袋子 你還要回去過音 然後後來這個長官也是妥協的 就想說好吧 那我可以讓你們報計程車 可是計程車資的規定非常嚴 你們在計程車上面都要要單據 然後那單據上面你們都要寫 今天你是從幾點幾分 你從哪裡坐到哪裡 然後你要去超計程車那個表 你上面是坐了幾點幾公里 4.7K 然後你從哪裡坐到哪裡 然後到哪個路口下 距離是多少 最重要的是他要求 最後要有司機的親筆簽名 就是你只有收據 或者你只有一個空白的那個東西 然後司機蓋章在上面不行 那就是被刁難了吧 對 他就是刁親筆簽名 又不是多付成這樣 沒有要簽名就自己付這個錢 沒關係 你可以叫沈玉琳簽 你都可以對不對 對啊 我誰的名字都會簽 我只要瞄眼我就會了 以前很多朋友說 你幫我去索取誰誰誰的簽名 比方說他要我來索取 徐薇老師的簽名 那就會有時候不見得碰到 有時候也不好意思 我小咖 你要幾張我都給你 不會啦 你的簽名很珍貴 對啊 然後怎麼辦呢 那你學學看 對 有時候也不好意思 去跟人家開中口 怎麼辦呢 就是自己簽啊 所以我以前就是比方說 對 我就這樣簽 反正他們 這種算善意的謊言 對啊 他們也無法辯認 拿到了很開心 到處跟人家炫耀 我有徐薇老師的簽名 我有徐薇老師的簽名 然後人家拿出 所以我也有徐薇老師的簽名 奇怪 為什麼你的跟我不一樣 然後他還笑人家說 你那個是假的 我這個人是假的 你那個是假的 我覺得啊 像我面對下屬會斤斤計較 就是計較金錢還合理 因為你成本管控 計較時間 就是說你上班時間應該上班時間 可是我朋友遇到那個 他是計較什麼 他是計較他的感覺